鮮美鳳 寫师傅 居住的地方很近垃圾 这些地方通常有很多垃圾 环境和卫生就很差 而附近你们直接找到一些 那些老鼠的糞便在 而他家附近即隔壁那裏 已經有一些其他水渠位 是可以讓老鼠自由出入的 病人的家居環境有這些條件 讓大鼠繁殖 在那裏放糞便出來 以致有機會令這個貿易感染病 可以傳播到 第一 你的食物 可能老鼠繞過 你又沒有再煮熟 你再去吃便出事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老鼠走過的地方 譬如枕頭走過 經過放了病毒在那裏 你在枕頭上睡 在過程中你的嘴巴會碰到 有事也有這個可能性 但我們其實睡不到 我們不知道 會不會最近他有經濟方面 以致他跳入人類呢 我們不知道 或者會不會只是單單 因為這個病人的免疫系統不好 所以居然一向惹不到人類 都可以惹到 我們分不到 大家要學到這個功課 不要以為這件事是一個小事 可能可以一個大的爆發前的訊號 我們不知道 那我們就知道 令我們知道 然後當然不得知 這一縱リ大家 或者牧場的人 還會喜歡 罷了 ред 五條 背ritis 大! 小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